手中的這把吉他呢 其實是一位名歌手 一位大哥哥他送給我的 這把吉他應該賠了他 很多年的歲月 他就是吳楚楚大哥 我改天要請他提一下字 應正陽小陽哥他說 怎麼樣這樣子請楚楚歌簽名 會比較值錢嗎 我哪有想這回事 我只是覺得 我記得在名歌三十那一年 其實我是以一個 Friends合唱團 在 名歌三十我們那時候 跟好多的名歌手 大概有六十組左右吧 在國父紀念館 那時候還不是小巨隊 名歌三十 然後包括有蕭黃琪 哲偉還有賴佩霞 幾個歌手 組了一個Friends和唱團 那那一年 其實我在那個演出的 結束的時候吧 還是在彩排的時候 有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我就稱一個 很輕啊 幾乎應該是所有的名歌 所在那上面簽滿滿的 但是那把吉他 不在我身邊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把 很有價值的吉他 所以在某年 這個到馬來西亞 參加一個為他們 華笑的一個 藝演的時候 拿出來藝脈 我不是要說我多偉大 我只是要說 所以 其實一個愛彈吉他的人 吉他對他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初初大哥 其實在幾年前 他就把這把吉他送給我了 後來他又再跟我借回去 那是因為他最近呢 就比較沒有 暫時暫時沒有在做現場演出 因為他說他有時候表演 需要有一把呢 是特意把那個 調子稍微調低一點 這樣就不用特意 再講一些東西之類的 所以他在前陣子呢 把這把吉他呢 規劃給我 所以呢 我今天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講 我這個做現場表演 可能都會帶一把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比較輕一點的吉他 要不然那個貝利其實你知道 是有點負擔的 那今天我想說 今天就帶他出來 我在彈他的時候會覺得 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生命力要沒有 不管是自己想像還怎麼樣 因為初初歌是一個 其他彈得很好的一個 一個大哥哥 可能我在他眼中 不是說彈得好 就是 還蠻喜歡彈吉他的 所以他就送給我 而且他覺得這個 這個大小啊 樣子 好像跟我還蠻搭的 有沒有 好 我們一起謝謝楚楚歌 來 1 2 3 謝謝楚楚歌 好啦 因為我們今天在鐵花春的表演 我們用到了這把吉他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 民歌三十的那把吉他 有了那個所有民歌手的簽名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海報 我把他表框起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的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其實校圓民歌陪伴了我很重要的一段時期 那麼他開啟了我喜歡唱歌 然後創作的一個動機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看著他們的名字 我會一直跟隨他們的這個步伐 往前走這樣子 那前陣子也參加了這個 中石旺旺集團他們辦的這個公益的演出 向全國的志工致敬的一個演唱會 那我就覺得 其實有很多我們要學習 因為志工呢 他們就是在很多的角落奉獻他們的愛對不對 所以呢 不要小看我們自己任何的一個小小的話語 一個動作 所以我是用一個 在小巨蛋演唱的心情 在鐵花村表演 有沒有 我是這樣覺得啦 歌手其實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層級 就像每個工作都會有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還蠻幸運的 就是 因為有一些live的磨練 所以 我們在做大型演出的時候 跟樂隊老師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學習 就會比較稍微熟練一點 然後譬如說 沒有樂手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抱著吉他彈唱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福 那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幸福的感覺 聽說一進場只要多少錢 但是我們的感覺不是用錢衡量的對不對 就像這把吉他也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 你們的專注你們的掌聲 你們的愛 也是一樣的 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我是不是把話說到時間差不多呢 沒有 開玩笑 我今天沒有趕火車 因為以前都會趕火車 現在不用了 因為那麼晚的火車也剛好取消掉了 好 唱到現在 接下來呢 我再開一下我的考題好了 好不好 其實我要說啊 我會唱的歌很多 謝謝